Hello 大家好 我是Fair Up 今天這個不是 HSBC 廣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最重點的是什麼呢 通常我相信現在很多人都會想開立一個英國戶口 開立一個戶口的途徑通常有兩個 一個是你直接去英國開 可以開幾間行的 HSBC、Barkey、World Bank of Scotland 其實很多有幾間standard charter 都有幾間local bank 你可以去開戶口 但是一般來說你不想走來走去 再加上現在英國的情況 你未必會想親身去到英國 那你會怎樣做呢 就會在香港開立一個JESI 戶口 通常最常見的都會開 HSBC 或者 Standard Charter 不過你現在開一些 叫做International Banking Account 你一排的隊伍 可能會排到水城春 因為經過我知道 在這裏最少應該入到11月尾12月頭 可能HSBC 可能都 最少兩三個月 就算快極都好 它都會排到你很久 那如果一般來說你排到這麼久的話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這樣等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可能現在等的過程之中 又多了一個新的玩法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看了 那最主要今天想說的就是 都還是開這個HSBC 的戶口 那但是呢 就是 它有一個新的打法 就是 在它的帳戶裡 打到英國 它就多了一個方面的途徑 就是什麼呢 就可以在網上 申請回這個英國戶口 那你會見到 Welcome to HSBC International Banking 那你就可以開回它的環球 銀行服務 那現在它就說 你現在apply的戶口 就是英國戶口了 那你會看到 它的裝置都是在 就在手機電話裡已經可以了 或者用電腦也都會做到 那當然它有幾個requirement 就是你一定要 在香港的online banking 提供你的個人資料 就把你的IT proof 就要上載 就簽署同家申請 那另外就是 就是剛才講的traditional 的申請方法 就是要make an appointment 就是要去匯豐總行 International Banking Center 那裏做個預約 那我分口經理會問 你幹嘛開戶口啊 之類的說了一大堆的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講 很久的 媽媽都不認得那個方法 那其實除了ID以外的東西 你也都要準備是什麼呢 就是 你的就業 收入和稅務資料 一般來說 你的稅單 或者是 最好的證明文件 或者兩單稅單 我想你可以這樣說 那 再加上你申請 International Banking ID卡是不夠的 而且一定要加上 你本身的passport 一般來說都一定要有你的passport passport 是有 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你是要什麼passport的 你是 特區護照也可以 BNO也可以 那你自己個人喜好 總之 你有一本passport 給他拍了 登記號碼 就已經做到開戶的過程了 那 他也有提醒了一些 你要申請到合乎資格的方法 首先要開戶口之前 要開戶口紙 開到個人戶口 經過這個途徑的方法 只可以申請個人戶口 其他或者你不知道 你什麼聯名 之類的東西 你就都可能要去那裡才開到的 年滿18歲 和居住在香港 你才可以高呼這個網上途徑 去申請這個英國戶口 但是 所以 最少你可以做這個途徑 就不用勉強了你上去 故意去中環的分行 那裡 坐一會兒去搞一大輪 可能 back and forth 可能要做一輪 才能做到 那現在他就是 直接給一個 比較簡單的途徑 你總之 他交了文件 申請了 第一進去 再加一些東西 那他可能中間 會召喚你 那你就會搞定了 你的英國戶口的開納 是否方便很多呢 那我想這個 很多朋友仔 都是不太知道的 我都是 近來有一個 做開 這些BANG的朋友 打給我 就說 很方便的 現在開 因為我自己沒有特地開 我沒有開其他地方 但是沒有特地開英國 那現在 譬如他這樣開發的話 就輕鬆簡單 那麽多 都可以考慮了 那 希望都幫到大家了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裏 有關問題的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我的頻道 那麽 我們到這裏 Subscribe和Share我的頻道 Bye Bye Bye